张飞和费玉清是亲兄弟 只怕是很多人都想不到的事 毕竟二人不仅外貌相差甚多 就连姓名都不一样 而且两人性格也大不相同 哥哥张飞性格外相 能说回到 弟弟费玉清比较文静 那么这样性格迥异的二人 在生活中该如何相处的呢 哥哥张飞又该如何对待 比自己早出名的弟弟费玉清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张飞和费玉清的这对 龙兄虎弟 张飞和费玉清这对兄弟 自小便父母离异 不过也保持着联系 张飞和费玉清的性格 打小就能看出来不一样 张飞还在学校上学时 就显示出了他能说会到的本事 那时一到课间 张飞身边就围满了 想听他讲故事的同学 张飞也是毫不吝啬 口若悬河讲得头头是道 即便有同学会插嘴问一两句 张飞也会很快解答出来 但是弟弟费玉清 就不如哥哥那样开朗 费玉清无事时 只会待在家里 听听歌写作业等等 不过他们能进入娱乐圈 还要多亏姐姐的帮助 那时姐姐已经在娱乐圈 小有名气 就打算把两个弟弟 也都带进来 虽然兄弟二人性格迥异 但他们都喜欢音乐 喜欢唱歌 弟弟费玉清最有天赋 但是费玉清胆子小 又内向 即使有一副好嗓子 但是她从来都不敢在外人面前展示 然后姐姐就想了一个办法 让她去餐厅或者酒吧当助唱 锻炼她的胆量 久而久之 费玉清也摸索到了其中门道 姐姐看费玉清 慢慢熟练起来 也觉得实际差不多了 就介绍费玉清 与海山唱片签约 这边安顿好费玉清 那边姐姐也没落下张飞 不过张飞没有弟弟费玉清 那样的天赋 随后转入主持界 没想到这一家发掘了她的主持能力 主持的龙兄虎弟更是大受欢迎 费玉清也上过这个综艺节目 他们在节目中配合的非常默契 哥哥张飞 因语言表达能力很好 所以在综艺界也是混得很好 搞笑的主持功力 能和吴宗宪并驾齐驱 娱乐圈的人都称她为大哥 所以费玉清的风格幽默 也深受哥哥的影响 便有了小哥的称号 刚出道时 张飞的知名度不如弟弟费玉清 张飞看着越来越好的费玉清 既为她高兴 却也不高兴 明明是亲兄弟 为何她可以出名 自己就不行的 那时的张飞一度怀疑 是因为费玉清起的艺名和好 费玉清原名叫张燕廷 哥哥张飞原名叫张燕鸣 进入娱乐圈后 起了一个艺名 于是张飞就把自己的名字 改为费正清 但依旧没能让别人改口 只要一提起她 还是有人会像往常一样说道 哦 这是费玉清的哥哥 无奈之下 张飞只好打消了这个年头 不过 嫉妒归嫉妒 二人的兄弟情 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张飞和费玉清 现在各自有房 喜敬的费玉清 跟母亲同住 而哥哥张飞 负责照顾爸爸 不过 兄弟俩依旧会经常相聚 费玉清说 张飞每周末 都会在户外度过 她喜欢去海边 玩庆幸帆船 而费玉清 就会带着妈妈 去海边找她喝咖啡 张飞喜欢热闹 每次都会叫很多朋友 去海边玩 准备闹她个两三天 但是却没想到 弟弟费玉清 却偏偏认床 又不喜欢在外面过夜 每次天快黑时 就会带妈妈回去 见到弟弟费玉清 如此早醒 张飞也不高兴了 说 你们以后就不要来了 真是扫了不少人的心 我这里不欢迎你们了 可是当费玉清 第二天带着妈妈又去时 张飞依旧不忍心 将他们拒着门外 自己家弟弟 再生气 也要忍着 不仅如此 张飞心想弟弟 既然不喜欢热闹 那就带他去钓鱼吧 结果没想到 费玉清也不钓鱼 就坐在那儿待着 打个盹儿 差点睡着 这一下 张飞一下子就急了 大骂道 你这人 真是太傻风景 但即便如此 兄弟俩长时间不见面 依旧会打电话问候对方 大哥张飞 与小弟费玉清 闯荡一谈数十年 看过了娱乐圈的灯红角绿 自然是不愿再沾惹什么 是是非非 如今 功成名就的二人 相继归隐山林 不负与观众见面 但这对龙兄虎弟的江湖故事 却会流传很久很久 兄弟 就是漫漫人生路上的 彼此相扶相成 相伴相左 是你繁稳时送上的绵绵细语 寂寞时的还歌笑语 或款款情意 快乐时的如痴如醉 或痛快淋漓 得意时 善意地盘凉水 在倾诉和聆听中 感知兄弟深情 在交流和接触中 不断握手和感激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